利玛窦 玛提欧里奇 号西泰 又称清泰西江 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 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 1580年 利玛窦授予神父的神职 1583年 利玛窦和罗明坚一起进入中国 在赵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 又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 并且用中文和罗明坚一起起草了第一部 祖传天主实践 1584年 利玛窦获准和罗明坚一起入居广东赵庆 为传教 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东西 比如圣母像 地图 星盘 三菱镜等 其中还有欧基里德的几何原本 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新物件 吸引了很多好奇的中国人 特别是他带的地图 令国人眼界打开 1584年 利玛窦制作并且印制了山海与地权图 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近代地理学知识 利玛窦利用这个机会 介绍了西方的天主教信仰 在赵庆居住的六年里 系统地学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还向中国传入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成果 现代数学 几何 世界地图 西洋乐等西方文明 1597年 45岁的利玛窦 被任命为中国传教的主管 1598年6月25日 由于当时正值日本侵犯朝鲜的战争 而且他又遇到了财政上的困难 住了一个多月就被迫返回南京 虽然没有能够见到皇帝 但是首次北京之行收获颇丰 首先证明了马可波罗游记中 记载的契丹就是中国 而汉巴里就是北京 在他的旅程中 跟神父郭居敬一同 编修了第一本中西文字的字典 平常问答词意 首次尝试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 成了我们现在汉语拼音的雏形 此外他还完成了对四叔的翻译和注视工作 这对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601年登基后的名神宗下诏 允许立马斗等人常居北京 作为欧洲使节带进了紫禁城 至此他一直享受朝廷俸禄直到临终 1607年 立马斗和徐光奇合作 出版了自己罗马学院的师傅克拉维乌斯 整理的欧基里德几何原本 十五回中的前六回的译本 1608年 印刷与十位中国士大夫对话集 机人十篇 并开始编撰他的历史著作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1610年5月11日 万历38年 因病在北京逝世 终年59岁 万历皇帝 破例准许立马斗 葬于北京西郊的腾宫阑珊 使其成为首位葬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 足见皇帝所代表的中国政府 对他的高度评价和特殊礼遇 立马洞注重入乡随俗 采用明智的中国文化适应政策 他本人从开始的西方轿袍 改穿中国官袍 最后还是长期身着儒服 他谦虚地学汉语 恭敬地穿儒服 努力地接受和适应中国文化 教中国朋友 先让自己中国化 这些具体的亲近路线 上层路线 科学路线 消除了中国人的砥柱心理 继而赢得了尊重和崇敬 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以他的模式进行传教的耶稣会 得以在中国立足发展 致使后来清朝康熙 仍然重用意大利的传教士 东方把立马洞视为 促进东西方交流的科学家 这种评价主要是因为 他向东亚地区 传播了西方的几何学 地理学知识 以及人文主义和天主教的观点 同时还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化 立马洞是西方天主教 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 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 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 他的著述对中西交流 做出了重要贡献 所以 special 优优独播剧场 他的敢 transmit 再接透 Brown 阿 op 钶 敢 我 感谢观看